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要讲解圣勇一百三十一篇第二节 圣经是这样讲 我正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与安宁 得享平静与安宁 心灵的平静与安宁是许多人都渴望的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每一天不停地影响着我们 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画面 各种言语 各种文字 如果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的心灵的话 我们就很难获得平静与安宁 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 我们这个人的心灵就好比是一座城池 假如说一个城池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城池四面都有城门 如果这个城门不设防 这样的话就是城门大开 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于之各种各样的糟杂 就会在整个城市里面不停地穿流 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城市里面 就会糟杂而不得安宁 用这个比喻来表达说我们的人我们的心灵实际上也是 我们也有不同的城门 那哪几个城门呢? 我们的眼睛看 我们的耳朵听 我们的脑子想 我们的嘴巴说 所以这是四个城门 第一个我们先说看 看 我们人的眼睛看要有选择 不去看那些污秽暴力的东西 因为如果是一个画面一旦进入我们的脑海 进入我们的眼睛以后 进入我们的脑海以后 你要把它赶出去 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最好是设防不看 第二个是听 听也要有选择 有选择地听 比如说你本来对某一个人印象还是蛮不错的 可是忽然有一天另有一个人来 在你面前讲了这个人取得不好的话 突然之间你就对某人开始有些反感 然后你就开始疏远他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是因为有的人在你面前 讲了别人不好的话 讲别人的坏话 所以我们听要很有选择 如果你听到别人在背后讲别人坏话的时候 赶快回避 与其听到还不如不听到的更好 这个是讲到听 第三个是想 我们脑子里面想 我们知道我们从早晨起来醒来以后 只要我们醒着 我们脑子里面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念头 这许多许多念头里面有不少都是虚妄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如你有习惯总是揣度别人 脑子里面经常揣度别人 你就知道这些揣度会让你变得心绪不宁 很多时候这些揣度都是虚假的 所以要学会把这些尽快地把它排除出去 丢掉这些念头 这个是我们脑海里面要设访 还有一个是说 我们的嘴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长语讲非常多 大家都知道叫 谨防口舌 在圣经里面 在雅各博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特别讲说 虽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 他便是个完人 也必能控制全身 所以你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口舌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一个人要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 我们的城门要设防 怎样设防呢? 污秽的 暴力的 不看 无意的 不听 虚妄的 不想 不见恕人的话 不说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